我們看著講義的第四頁 在禪宗的一個祖師呢 他教的一個學人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對法 升起法的執著 法執 後來有一位祖師又說 說現代人要能夠升起法執 我幫他煎兩壺茶給他喝 意思就是說到後期學習法的 真的能夠用心來學法的少了 所以我們對法是應該要多多的聽聞 因為畢竟修行的路 那麼禮就是要清楚 道理要清楚 才不會落入這個盲修瞎練的 所以對法要能夠理解 而我們對於法分成了大小阿聖 身文稱跟菩薩稱 那麼多師佛所宣說的 我們都應該予以尊重 而且要認真的學習 出離心跟菩提心呢 是學法的這個基本要件 而在學習的過程裡面呢 就依個人的那個因緣差別不一樣 所以在大字論當中呢 龍蘇菩薩當時呢就破製 這個身文的學者 所以呢你們不相信大聖法 將來的辦法墮落了 我們要相信這個法是佛說的 你認真的學習就能夠得到利益 所以呢我們呢不因為這樣的因緣 而認為什麼樣的法是不可學習的 這個都是根據個人的業力所見的不一樣 就好像說水 以我們人的業識來看的是水 以娛樂業識來看的是他的宮殿 餓鬼看水就是龍雪 那麼天人看水就是流離地 都是依個人的業力所見不同 所見不同 所以呢我們呢不要直 這個自己所學是對別人是錯 如果這樣的一些來學法 那很容易啊 這個做這個辦法的罪業啊 辦法的罪業 所以華恩經當中講到呢 那個直自己是對呢 那個直別人是非 那麼這個是不對的 那個是磨 所以磨這一方面的 所以呢我們呢在學法當中呢 雖然有大小聲的差別呢 但是都予以尊重要認真的學習 認真的學習 在這個當時唐朝的一個大的 叫做是寧論 知論的論 心靈的這個靈 靈論法師 他是修維世觀的 修維世觀 那真的有成就啦 那麼他的開示當中呢 就是一見次的 使外層的學子 得一言分別 這一處捨棄對外層的學子 就認為有心外境 有外在的境界 得一言分別 就是說呢這個境界從哪裡來呢 起心動念 由心呢所現的 一言分別 你這個心當中的這個念頭啊 一言就是心意當中的這個原語 就是你的起心動念 分別所生的 分別所生的 那麼這個呢就是收盡歸心 接著呢 捨為思想的真法界 捨為思想是還是虛妄的 還是虛妄的 由謎所產生的 所以呢捨為思想 就得真法界 就講真如 講真如 為思性就是真如 那麼前面觀外境是無相的 所以捨去外神的這個學子 那麼後觀無聲 所以說呢捨為思想 他曾經呢跟他的圖眾呢 這一些學生到這個山上去啊遊貫 那當剛好遇到這個山上呢燒火了 火從四邊而來 這一些的這個學生呢通通跑了 通通跑了 就唯獨這個寧論法師呢 就單獨的很安然的往前面繼續走 好 繼續走 那跟平常一樣的 看看山看看水 那就告訴呢 這一些水蟲學生呢就說啦 說心外沒有火啊 火實際上是自行 那在任元天當中講到呢 信空真火 信火真空 那麼信空真火 信空 因為信空才能夠有延起啊 而信火是真空的 他沒有真實的 就是一心而已 就一心的境界而已 為火可逃 無由免火 說你們假使認為啊有火 那你就趕快逃離開啦 有心跟靜的對立 那無由免火 這個時候還是會被少了 因為能所建立起來啊 執著的心在那個地方 那就產生作用了 集火自論了 這個淺然自念 等到那個靈論法師呢 走到火的地方去啊 那個火自然就被吸收掉了 沒有了 好 那就是真正的修為時觀 乃至如真實觀 真正的那個修行啊得利 所以走到火的地方 火就被它吸收掉了 它想呢 心外沒有火啊 火實際上就是自行 所以在受控大師的中進論裡面講 說我們人就是四大假合 我們自體裡面就有火 你吃東西啊就是一定要火的消化的 那是多強呢 那是很強盛的 很強盛 但是呢不會燒身 不會燒身 為什麼呢 因為是自己的 那火不是外在 是自己的 同樣呢我們講內四大外四大 就是四大 就是四大 我們每天攔取外四大 而補充內四大 將來捨命之後呢 內四大又還歸外四大 就是四大 就是四大 所以這次呢在高僧當中呢 真正的修為式觀 真如式觀成就的這個例子 在中進路當中呢也講了很多 主師大德呢 實際上呢修行的這一種成就啊 太多了 所以我們要相信了這個大政的法 我們相信聖文的教法也相信大政的法 波羅經當中講到了 那麼佛呢得一切種子 顧名為佛 得一切種子叫做佛 那麼我們講呢 趁著人得什麼得一切子 瞭解諸法總相啊空 那個菩薩呢是道種子 了之呢原體的差別相 差別相 那要沒有講到中道呢 那個是空是真地啊 空是真地 那麼差別相呢是俗地 要沒有一個中道地 就沒有所謂的一切種子 所以一切種子呢就是中道的智慧 就第一地中道的智慧 那就是呢所謂的一切子到種子 記足了種別兩種的智慧 叫做一切種子 一切種子 所以這樣說來呢大政的法 那確確實實是成活的法 成活的法 所以呢我們呢對於這個大政的這個教理啊 我們必須要好好去學習 不要呢人於欲吟呢 跟著人家舌頭竄啊 辦法 將來啊那果報呢不得了啦 接著呢我們要說明的是屬於呢 丁二的 第四頁當中呢 中間呢左邊的部分 丁二明境界空 前面呢是講到呢 覺知空就是心受想行事 接著呢說明了境界空 就是那個色暈 外境來講的 若無覺知能分別者 則無此方三色一切境界差別之下 心 起念了而產生了境界了 現在講心能思維能分別的 了不可得 那麼所分別的這個境界呢也是無所有的 所以呢覺知能分別的心又沒有了 那就沒有死亡三色一切境界差別之下了 那麼藝術當中講到 今明由分別故望見境界差別 既無覺知能分別者哪有境界為所分別 所以呢 心 心靜相對安利 那麼靜是由心所起的 所以呢 心由心的分別 心起分別望見這個境界的差別 現在呢 沒有覺知能分別的心 望心是不可得的 那麼哪有境界為所分別呢 能沒有守也不能見力 在講到能守的問題 那麼底下呢就舉例來說 如同沒有眼睛的見沒有見的功能 哪得有色對線呢 那麼我們講呢 以為是來講呢 沒有見見的見分 眼跟眼視的那個見分 那個沒有呢 沒有起來 這個時候就沒有所對的那個相分呢 沒有所對的相分 如無耳聞 哪得有身 能聞而沒有 所聞而生 也不能對立啊 建立起來 則是呢 心靜俱諾 五韻皆空 虧待媚而後空也 那麼這樣說來的話 心靜俱諾 講到這個地方 前面呢 截止空 接著靜俱諾也空了 心靜俱空 那五韻就空了 空掉了 那麼虧待媚而後空也 不用等待啊 這個垮沒有了 消失了 才叫做空 當體就是 因為彼此依靠而建立的 因緣神就是五神呢 無神就是空的意思了 相對安逆的 相對安逆的 所以不用等待空 一切諸法都是這樣喔 都是這樣的 頓根的人呢 是用分析理解空啊 立根的當體就是空 原己就是空 那接著呢 那接著呢 底下 秉二的 慧妄計甲 前面是慧妄計空 一言所生呢 當體計空 接著慧妄計甲 計甲的情形 又分三刻 丁一一心故靜甲 丁二一靜故心甲 丁三重顯為心 都是還在心境的對立啊 而來說明的 那麼 既空 既甲 既中 既空就提醒來說 既甲就原己來講的 既中的話 那個不離開心性 不離開心性的 那麼這個地方呢 是為了顯示呢 慧妄計甲 就是甲名安利 所以呢 就從心境相對來講 一心故靜甲 因為心生是種種法生 所以法 這個境界 就是心生的 所以甲名安利啊 叫境界 反過呢 一經故心甲 法生是種種心生 所以這樣呢 那個能分別的心 也是甲安利的 因為要 截至那個境界 所以叫做心 所以那個心也是甲名 也是甲名 那麼第三重顯為心呢 雖然如是呢 彼此相生呢 但是一心 一心為主的 因為呢 是心起無名呢 才現出的境界 不是境界無名現出的心 所以還是為心的 還是為心 好 接著 我們呢 就看著這個文 文來講 那麼這一集 一心故靜甲 一一切法 皆不能自由 但一望心分別故有 那麼所謂一切境界 每個個不自念為有 知子為知 知彼為他 事故一切法 不能自由 則無分別 唯一望心 不知不了 內知無故 未有前外 所知境界 望生種種滑翔 未有 未無 未彼 未此 未思 未非 未好 未惡 乃至望生 無量無邊滑翔 當如是知 一切諸法 皆從妄想生 以 妄心為本 那麼 以一切法 因為呢 一切的法 所有的法 都不能夠自由的 不能自由 但是以妄心的分別 希望分別 打妄想呢 希望分別 所以才建立了前面的境界 種種的差別相 那麼所謂呢 進一步來講 所謂呢 一切的境界 個個不自念為有 境界是無情的啊 他怎麼能夠了知呢 我自己有 知子為知 知彼為他 他沒有這樣的了知啦 無情的境界啊 世故一切法 不能自由啊 則無別意 他不能自然而有的 那就沒有什麼差別 都是因緣所生 以為事來講 都是心的分別所產生的 所以呢 唯一妄心 我們那個第六意識呢 希望分別心 不知不了 內自無辜 不能夠真正的了解啦 一切法是因緣所生啊 內自無就沒有自性 延伸性空的 那就希望能認為 有前面外在的 所了知的境界喔 是什麼東西的 而希望生起種種的法相 建立種種的法 建立種種的法 那麼底下就講呢 種種的法相 認為是有 認為無 彼此 是非 好 惡 種種的對待 種種的對待 乃至呢 希望能生起 無量無邊的法相 各式各樣的差別啊 那麼當如是了知 一切諸法的差別呢 都是由我們的妄想而生起的 由心 不能夠了知呢 法界就是一相啊 法界就是一相 什麼相呢 我們講的就是真實相 不能夠了知的 那麼希望呢 就取足以畏敬 然後做進一步思維 然後過造種種的明言差別 所以呢 都是以望心為根本 為根本 所以我們修行就是調心啊 媚內在的妄想 而不是破壞外在的境界 外境本來就是空的 因緣守生就空的 或者是呢 由我們的自尊分所變現 本來沒有前面的境界的 因為心的迷惑 心的迷惑 所以修行是要調心 要導正心 那麼將呢 這個心呢 導正了 如你的思維 漸漸的 就享有那個希望分別 所以呢 那接著藝書呢 裡面就說啦 不知不了 內置無故則 什麼意思呢 為了望任 希望的認為 地水紅這詩他 假和的 是自身一象 好 那麼望任的六層眼影 為自行一象 好 希望的認為 這個六層眼影 也就是說呢 能夠攀岩呢 六層的圓影子 就是那個法成 講到那個意 那麼 圓的彼此的深意 意呢 就是圓法成呢 前面呢 五層的那個 洛西的影子 好 那麼六層的圓影呢 認為那個 能夠分別的那個呢 是心呢 好 那個明咬性呢 是心 好 認為是就是自行一象 其實那是第六意識啊 不是心啊 不是真正的 那 依此 無內之內 而虛妄的分別 無外之外 無內之內 就是講那個意識心 那麼以意識心 而分別 無外之外 本來是心所變現的 現在呢 認為有外境呢 那就是望心望靜 望心呢攀岩望靜啊 而生其有無彼此 是非好惡 種種情味 種種的望情執著 種種的執著 那就望心呢 望心也以望靜 那就希望的過照明言呢 升起種種的法想 如是諸法呢 非是有生 但從妄想生而 那麼如是 這一切的諸法 不是真實有生啊 這因為你打妄想啊 打妄想 從妄想而生的 不是真正有這個境界升起 而妄想呢 妄想之心就妄心啊 尚且了不可得喔 金剛經所講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那講那個希望分別性 心尚且不可得 何況呢有所生的法呢 那自然也沒有 但有假明的境界而已啊 假明 沒有實體啊 但是一個名稱呢 一個假明 是什麼東西什麼東西呢 種種的差別 明言 但沒有真實的法 因為都是妄心所限的 妄心尚且沒有 妄境怎麼會有 所以呢 但是呢 假明境界而已 這是呢 依 依心故境夾 接著反過來 依境故心夾 依境 那麼第六意思呢 他要呢 有境界 有境界的時候 他才能夠活動的 說法身 種種心身 所以依境而有的 這個心就是 也是假明而已 也是假明 他沒有真實的體性的 所以底下經文就說啦 男子妄心 無知相故 一依境界而有啊 所謂言念結之前境界故 故說明為心 什麼叫做心 分北 這個地方呢 我們講心 就是第六意思 就是分北 我們講色色相形式 這個四呢 依這個聲文證來講 就是第六四 了別 了別 因為一大證講那個四 就是第八四 歐賴也 那麼依聲文證來講 就是第六四 就是了別 那個了別 四就是了別 就第六四 所以這裡講到 圓念結之前境界 就是了別 所以叫做心 叫心 所以呢 難者妄心 他也沒有志向可得啊 也沒有志向可得啊 也是意境界而有的 那就是呢 偶一大師的 藝書裡面呢 所解釋的 此集呢 所謂心本無聲音淨有 就是第六意思的分別心 他要假界境界才能夠產生的 就是妄心 妄心 然雖說明為心 雖然稱作心 但究竟呢 心無形無相啊 密之呢了不可得的 底下說呢 以非顯色形色 這個心呢不是顯色 不是青黃赤白黑 叫顯色 不是長短荒顏啊 有什麼樣的形狀 所以呢 不是形色 顯色呢 就是眼跟手可以見的 顏色這一畫面的 形色呢 就他的那個體相 形啊 體相 長短荒顏 心都不是這樣的 意非呢 內外中間故也 也不是呢 有一個觸手 沒有在內外中間 在這些地方 沒有一個觸手的 但有假明心 心受法而已 所以呢 他也是了不可得啊 但有心心受法 就是心手法 心心手法 假明 假明 沒有實體的 那到這個地方呢 這樣講起來 心境都破掉了 都破掉了 我們所執著的 平常所認為 所執著的 我們能夠分別的心 所分別的境界 其實都是無所有的 那麼雖然如是的相依呢 那第三段呢 還是以心呢 而現出的那個境界 所以從顯為心 從顯為心 那麼 又此忘心 以前境界 雖具相依其無先後 而此忘心 能為一切境界原主 所以則何 為一忘心 不了法界 一向故 說心有無明 一無明立因故 炫妄境界 一一無明媚故 一切境界媚 非一一切境界呢 自不了故 說境界有無明 一回一境界故 生已無明 一一切諸侯一一切境界 故生無明故啊 又婦呢 故一境界媚故 無明心媚 一一切境界 從本以來體性自媚 未曾有故 因如此一事故 但說一切諸法 一心為本 所以誘者這個忘心 跟前面的那個境界啊 雖然是同時 聚 就是兩個同時的 互相的依靠而升起 那麼 起無先後 忘心就是見分 前面的境界就是相分 見相二分呢 他升起是沒有前後的 我們在解釋的時候呢 是有分別啊 但是他升起兩個是同時的 鍋爐的兩隻腳啊 他升起來同時呢 收回來 那麼起無先後 而此忘心呢 能為一切境界遠足啊 雖然如是呢 而這個忘心呢 能作為一切境界的遠足 心打妄想呢 限制的境界啊 所以則何 為一忘心呢 不了法界一相 不如說心有無名 以我們的西望風白心呢 不能夠了解法界是一相 就是實相 無相 法界無相啊 一相就是無相 無相就是實相 法院經裡面所講的 不如說呢 心有無名 你不瞭解啊 不瞭解法界就是一體而已啊 希望分別啊 所以心又產生無名 那麼一內的妄動呢 那麼一無名立因故 一無名立為因 有無名而現出了妄境 這當中呢 當然呢 最初的時候是夜相 接著是轉相 接著才境界相 這這裡所講的 那麼底下呢 歐主會解釋得比較清楚 那麼 這個流轉是這樣呢 接著法媚呢 一一無名媚 法媚的時候 無名要媚 境界隨著就媚 你境界有心生嗎 心不再迷惑了 境界也無所有了 而非一 反過來說 不是一一切境界自不了故 它是延伸性空的 無情的境界啊 不是一一切境界自不了故呢 不能夠了知自己是延伸性空 而說境界有無名啊 不是這樣的 也不是一一境界的緣故 而生於這個無名 為什麼呢 因為境界啊 它本來是無染的 一切諸我呢 在一切境界當中不生無名故啊 境界要有無名 那諸我見到境界應該要有無名 現在說諸我 成我啦 在一切境界當中不生無名 可見不是境界的染污 不是境界的故事 是有心 有心的 所以外境無染啊 外境本來是無所染污的 染污呢 是生於自心啊 又悟呢 不依境界媚故無名心媚 要講環媚的時候也不是呢 異境界媚故 而無名的心媚了 不是 我們講境界本來長空啊 但是你的煩惱還是在啊 所以不是異境界媚的緣故 而我們的無名心也媚了 不是 為什麼 以一些境界 從本以來體性自媚 諸法從本來長自己內相 未曾有故 不曾經是有的 那因如此意 因為這樣的道理 所因此之故 但說呢 一切諸法是依心為本 依心為本 則是重顯為心 以心為根本的 接著呢 我們看呢 歐主的一書的解釋 前面境界 依望心有 則是心生法生可明為心 至明望心依境界有 則是法生心生 是非為心之意 經故和明 雖具相依 人以心為主也 前面說明了 境界是一以望心而有 那就是呢 心生這種種法生呢 所以法為心生就是為心 其次呢 第二課當中呢 說到望心也是一以境界而有的 那這樣的話就是法生 這種種心生 這樣看起來好像不是為心的道理 心是境界所生 那就不是為心啊 現在呢第三課當中呢 重顯為心 所謂和明 合起來說明 雖然呢 心跟境即時 同時呢 互相依直 依靠而升起 但是呢 這當中呢 境是無情嗎 還是依於心呢 仍然是以心呢 為主的 當時呢 境界呢 依望心而有 是什麼意思呢 是至正分為增上岩轉成象分 境界依望心而有 境界就是象分 依望心而有 這個望心呢 可以講就是見分 至正分 正至正分 這三個都是屬於心 這三個都是屬於心 屬於心的 境界 那就是象分 就是境界 後面這三個就是屬於心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講呢 境界依望心而有 那就由至正分 四個至正分 作為增上岩 然後呢 轉成 現出的那個象分 現出的象分來 那見分去攀岩它 因為見分是至正分的作用啊 作用 那個明有性 所以呢 那在任前經裡面所講的 由自信直走 心是外境轉 比所見非有 事故收為心 由自信的直走 認為有外在境界啊 那不了法界是一向的 所以呢 心是外境轉 心就相視外境而轉身 轉身 那這由至正分 就變現出象分來 象分來 那個比所見非有 所以我見到了 然後見分去攀岩那個象分 認為有外境 有心外境界 比所見非有 所見的不是真實有啊 是心啊 是至正分所變現的 本來就是心 似乎所為心 所以呢 那維世學裡面講啊 這個外境叫四乘四 四 相視 就外乘是四 而相視於境界顯現 那叫四乘四 相視於外乘的四 就是那個境界本來就是四 叫四乘四 所以呢 這裡講呢 至正分為增上緣 然後就變出了那個象分出來 象分出來 接著 旺行依境界有 什麼情形呢 那這個時候就要講見分啊 因為見分 至正分 政治正分 都是屬於心 都是心 所以旺行依境界有 是由相分為所緣緣 然後呢 就顯示了那個見分 顯示見分 所緣緣就是外境 所緣的 那能緣是心 是心 所以呢 就是見分 那個見分 顯現出來 最初由自正分變現相分 然後由相分顯現 顯示那個見分出來 其實那個經文的意思呢 以為是這個道理 就非常清楚了 好 然而呢 這個見相二分起必同時 故沒有先後 兩個是同時的 在解釋的時候呢 就是分別來講 但是它升級是一刹路 兩個同時升級的 你的心一動的時候呢 進階就現前 那是一刹路的 所以呢 其境論當中三系六處 在三系項當中呢 那個是維系的 那是一刹路間的事情 有分別頁項 由頁項現出的轉向 有轉向才有所謂的現象 就進階下 好 分別來說是這麼講 但是那是系 三系項 那是一刹路之間的 所以呢 其無其必同時沒有先後 好 像郭倫的兩隻腳一樣 好 兩隻腳一樣 兒子旺心呢 總色見分 及內耳分 同名為心 這我們就知道了 要分開心跟靜 四分當中 四分裡面呢 那麼 政治真分 智真分 這是內耳分 內耳分 那後面會再加以解釋 有內外的差別 那麼內耳分就是政治真分 智真分 然後再加上見分 這三個都是屬於心 相分是屬於靜 所以接著底下 但子相分以為靜界 以為靜界 那見相 俱一至正而起啊 事故離心無別靜界 但說諸法皆依心也 那這個道理為心 為事的道理就非常清楚了 這個見相二分 四分當中呢 見分是明了性能源的 相分是所源的 而見相二分 相分是由智真分變現嗎 變現 那麼跟見相二分合起來 這兩個都屬於作用 那麼智真真分 智真分是屬於體 色用歸體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而已 就是一事沒有外境 所以叫為事 唯有心事沒有外境 靜就是心啊 所以說見相俱一至正而升級的 都是屬於作用 色用歸體 那就是一事為事 事故說離心之外沒有靜界的 沒有靜界 那個靜界本來就是我們 至正變現的那個相分是心啊 是心啊 是心 一心 一心而有的 叫做為心 叫為事的道理 那麼 《啟心論》當中也講到 說一切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別 一切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別 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啊 這境界本來沒有的 所以要讀宋的大乘的經典 才了知了大乘其心論 就是我們平常所講是 馬民菩薩融合一百步的大乘經典所講的 裡面有瞻察經的意識 有聖判經的意識 有任邪經的意識 有其他法華經的意識 大乘經典的意識都有 都有的 接著我們再看著 秉三慧望極中 極空極甲接著極中 天來在解釋這個法 就從多方面的角度 從真地 從俗地 從中到第一地來說 慧望極中 那麼底下分成了兩顆 丁一就意體而匯通 那麼丁二就緣體而匯通 現在這一章就意體來匯通 當之一切諸法西名為心 以意體不意為心守舍故 所以我們應當了知呢 一切諸法西名為心 經過前面呢 這樣呢收舍下來 進階本來就是心啊 那心原本是心 進階又是心 所以一切的諸法西名為心 西名為心 那麼以意體不意為心守舍 這個地方呢 我們看呢 歐主的那個意書的解釋 意不意體不意 那麼意不意的情形是什麼呢 沒有什麼不同的 所以同樣呢 一切諸法都是因緣所生法 因緣所生即空 因緣所生即甲 因緣所生即中 因緣所生即空 因緣所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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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諸法實相 所以叫極宗 我們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應用 在唯心四關當中 偶義大師所講的 前面這個道理講完 我們講這個地方 因緣所生瓦 都是極空 極甲 極宗 那我們就說了 那麼色法歸心 心外無法 色法 手色那個法 外境 剛剛所講 由自成文變現的相反 所以手色境界歸於心四 心外沒有法 法就空掉了 所以因緣即空 因緣即空 心生想念 這個道理前面都講過了 心生想念 則法隨心生 心生則種種法生 所以因緣即假 因緣所生瓦 就是假明 因為是心所生的 又心所現的 再來 法為心生 以心為體 法既然唯獨是心所生 那法生 法沒有其他另外一個體 以心為體 是心所生的 所以法的當體就是心 以心為體 那不生不昧 因緣即終 因緣所生王就是中道 那個中道就是講心性 就是真如 出法實相 所以這個地方所講的 我們就這樣解釋 我們就能夠理解 那麼因緣所生王同階 都是因緣即空 因緣即假 因緣即終 所以異 沒有什麼差別的 異不異沒有差別 那麼接著體不異 同以三德密障為體 離開真如 沒有一切法 迷了真如 才產生了所有的種種差別的法 所以當體就是以真如 真如為本的 當體就是真如 沒有離開的 沒有離開 所以離真就沒有妄可得了 所以妄就是以真為體 所以諸《無形經》當中所講的 貪嗔之性即是佛性 貪嗔之的性就是佛性 離開的佛性沒有貪嗔之可得了 但你要著貪嗔之就著相了 所以經文告訴你 貪嗔之的性就是佛性 同以三德密障為體 三德密障就是法身 就是真如 諸法實相 所講的道理都一樣的 就是法身的境界 那麼唯心所色則 唯心所色就是見相二分 見一至真分起嗎 然後呢 色莫歸本 見相二分是作用嗎 是屬於莫 莫 那麼至真分是本 就是是的體 是每一個是 是裡面有四分 以至真分為體 見相二分是作用 體有體而產生了這個作用 所以作用是叫莫 自真分體就是屬於本 色莫歸本 就是色用歸體 那就是總名為氏 唯獨一個心是沒有外境的 那為氏就是唯心 即是唯心 那麼我們講呢 要是說平常講心 唯心 那也是對的 因為心有時候講 這個幾幾名心 第八四 有一次講分別就是行 第六四 也都是的 那麼我們講為氏 收射起來反正就是氏 每一個氏都有四分 收射起來 那就是氏 那右者前面的前七轉世 由第八四 所轉生出來的 收射前面的七四歸於歐賴也 就是一氏 就歐賴也 歐賴也 歐賴也是迷惑所產生的 所以為氏一心 那個一心就講了 那個真爐 講真爐 所以講為氏就是為氏 這個時候就入 入那個十相的理 入十相的理 那麼以為氏學來講呢 就是元臣時性 就是為氏性 就是元臣時性 歐賴也 整個歐賴也都是心王 心手 都叫做依他起 都叫依他起 就是因緣 由眾言合格所產生的 心王 心手 都是由因緣生的 都是因緣生 都是屬於依他起 你要執著為真實有 就是變濟子 就是變濟子 你要了解是因緣生就是無生 就入緣生死 就入緣生死 好 接著我們再看著丁二的 就元吉兒慧 又一切諸法 從心熟起 以心作相 合合格柳 共聖共昧 同吾有助 依一切境界 但隨心所言 念念相係 故而得助詞 暫時惟有 又則一切的諸法 是從心而起 這個心就指自正分 因為有三分嘛 那麼裡面就指那個自正分 有自正分變成相分的 然後以心作相 相分給心作相 這個心就指漸分 給那個漸分作所緣的禁戒相 合合格柳有 就漸相惡分是同時的 同時的 共生共昧 心跟靜 共生共昧 同吾有助 為什麼都無助呢 因為都是因緣生 都沒有真實性的 都沒有真實性 那麼以一切境界 但隨心所念 念念相係 故而得助詞 這講境界 為什麼現前呢 因為你執著心在這個地方 聖人見一切法 沒有 無所有的 那麼 但隨心 隨著心所緣 來攀岩 所謂念念相係的嚴固 心念念相係 所謂這個法也念念得助 安住者 好像安住者 暫時唯有 不是真實有的 不是真實有 接著我們看了藝術的說明 從心所起就是一致正分而獻取的相分 獻取相分 那個境界相 相分就是境界 以心做相 就是相分給以見分做清的所緣緣 清的所緣緣 那麼清的所緣緣 有蘇的所緣緣 有清的所緣緣跟蘇的所緣緣 兩種 歐蘭緣緣是所緣緣的相分 是我們前六世的蘇的所緣緣 清的所緣緣就是影像相分 來講西緣緣是這樣的 就影像相分 那麼本質相分是歐蘭緣緣所緣的 第八世所緣的 以前六世的建分來講是蘇的所緣緣 蘇 直接攀緣是那個影像 不能攀緣到本質的 何何何而有 何何而有就是說呢 未不可分別心境的期盼也 你不能夠呢 缺開哪一個屬心 哪一個屬境 那麼共生共昧 就是岔柔無前後也 在一岔柔間所產生的 它沒有前後 沒有前後的 共生也共昧 那麼同屋有住 都不住的 無住 那麼底下就解釋 為什麼無住呢 為心境無部 出生即昧 出生即有昧 我說岔柔琴 社大志論當中所講的 那麼出生即昧 就出生即有昧 我說岔柔琴 那能夠了知岔柔才能夠見到那個生昧相的 反過來是這樣 那麼出生即昧 就是說呢 延伸性空呢 它是無常的 無常的 中部呢 牽制第二念呢 所以一見法是畢竟空極的 當極就是空 出無住的 所以它不會延續到第二念 要延續到第二念 就有真實性 因為沒有真實性 所以一念生的當體就是空的 就是魅 就是魅 所以在深造大師的《悟不謙論》裡面所講的 像河水湍急 無有流 沒有流動的 河水非常流得很急 但是前一個波浪沒有到第二個波浪 後面的波浪 前面的波浪沒有到後面 後面沒有到前面 因為每一個當體就是空的 所以因緣所生 當體就是空的 這是這裡所講 出生即昧 就是空 它沒有到延到第二念的 所以《悟不謙論》裡律師呢就是講 一見法是無聲的 無聲 我們所見到是幻象 是幻象的 所以底下講呢 第二念之心境 但與前念相似相遜 我們其實是兩個東西 就好像瀑布的水流一樣 我們看是一條 其實不是 它是一粒一粒的水接起來的 後面那一粒的水珠沒有到前面 沒有超越 前面那一個水珠可以當是引導而已 引導 第二個水珠接上來 但是都沒有超越 因為每一念都是必進空氣的 都是無聲的 都是無聲的 一見法本來就是不動 本來是無聲的 我們看來是幻象 所以這裡所講 第二念跟前一念相似相遜 所以四常四一 就好像瀑布的水流一樣 我們看就是好像一條 其實不是的 所以唯詩學裡面講叫橫轉如瀑布柳 橫就簡別斷 轉就簡別長 就非常揮斷 非常揮斷 但我們認為是真實常鑄的 不是這樣 所以四常四一 昧則不知而妄忌為常為一 其實一切法 諸法從本來常是極面相 都安住在極面的相狀的 這是說明這個體 明體 就是體大 體大 就用了季空 季甲 季中 空甲中來講 來詮釋它 要詮釋它 當中所講的意理非常深的 這是要經常的篡習 學習 了解它 整個教法最圓滿的地方就是原教的 其他都是由一時而開出的拳 一時開出的拳 《大樓法華經》當中就開拳顯實 會三歸一 歸到一時的境界 所以大乘的意義是諸法十相 大乘的果也是諸法十相 制度論當中所講的 除了諸法十相 通通是謀式的 都是系論的 都是系論的 接著我們再看著 假惡的明相 說明相大 分成了三個 秉一標明 秉二別事 秉三會事 標明 如是所受心意者有二種相 何等為二 依者增 二者心外相 心內相者乎有二種 依何為二 一者增 二者旺 妳會進一步說明相大 如是所說心的意義 什麼是心 有兩種像 有哪兩種呢 第一個是心的內向 第二個心的外向 首先說明心的內向 心的內向又有兩種 一種是真 一種是旺 真就是真如 旺就是政治真如跟自真如 可是這個都是屬於內向當中分別的 接著我們看義塾 上民眾生心體體無分別 量周橫數 聚同實界 前望極空極甲極中 不可思議哪得論相 難以無相 無所不相 故得有二種像 上面說明眾生的心體 體大 大而無外 不能有所分別 量周殺界 橫數就是橫遍時方 數窮三際的 既同實界 頑同相同於實法界的 前望 所有的元其瓦 當體就是空 當體是甲 當體是中 既空既假 既中 不可思議的 不可思議 哪得論相呢 這樣說怎麼可以說有相呢 還要討論什麼相 那麼底下歐主就回答說呢 然而因為是無相 無相就變滿嗎 所有的相都是心的相 心無形無相呢 反過來想 所有的相都是心的相 我們殺生是心的貪相 慈悲是心的慈相 這個都是沒有離開心的 沒有離開心 所以說因為無相體周法界 所以無所不相 才能夠有相的 所有相都是心的相 所以有兩種相 可以有兩種相 當時呢 惡相極皆無相 所以名為相 那講了兩種相 這個相呢 就是無相之相 無相之相 就好像起序論當中講到 真如當中有大智慧光明義故 真實視之義故 乃至呢 不變自在義故 清涼常惡我盡義故 那講了種種的功德 那就說啦 本來真如就無相 怎麼又講這麼多功德呢 論裡面就回答說呢 雖時由此諸功德義啊 而沒有什麼差別的 沒有什麼差別之相 那麼等同一位為真如 所以呢 是無相之相 不妨有相 無所謂的 就是真如之相 所當之呢 所作的兩種相 都是無相的 無相 所以相又更大啦 這一種相才大呀 要有相的相 就有局限的 無相的相 那就相大 相大 心內相者實惠在內 但你至正分 及正之正分 唯妙幽密 不可見過 故名心之內相 正之正分跟至正分 心外相者實惠在外 實際上不是在外面 但你相分跟見分 從詩文來講 它是所謂外的 所謂外 作用顯然嗎 很清楚呢 是世間共許的 共許 所以叫心的外相 心的外相 而實際不是在心外喔 是心的外相 一個是心的內相 一個體 一個用 體用的差別 內相外相 同名為心啊 四分都是心 內相外相 同名為心 則心外呢更無他物也 因為那個相分呢 就是心所變現的也是心啊 所以心外更沒有其他的東西啊 沒有其他的境界的 歐主呢 這樣層層的解釋啊 讓我們加深印象 我們平常所執著的那個境界 不是心外的境界 是心所變現 是心 都是心而已 修這樣的觀法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的煩惱就是有心境對立 能所對立所產生的 你要了解沒有外境啊 就沒有虛妄分別啊 你進到境界 就不會在那邊好壞是非彼此啊 我們因為有心境對立 就有好壞是非彼此的 煩惱就出來了 所以修這樣的觀法 它的利啊 它殊勝的 殊勝 又於內向分真望者 內向當中分真跟望真 就是諸心 心所法 四分當中所依的那個理體就是真無 一雲十相 心 心所法都是有四分 都是一樣有四分的 不單心亡有四分啊 心就是心亡 心術就是心所法 它都有四分 政治真分 自真分 見分 相分 都有 都有 它所依的理體就是唯是性啊 就是真無 就是這裡所講 實相 實相 就原成實性 此真雖變內外二相 因為都共同所依止嗎 內向就是政治真分 自真分 外向就是見分 相分 那麼雖然偏於這內外兩種 因為是它依靠的地方 由真而生於這個望法 以維密的言故 所以說明為內 叫做內 內向的 內向部分當中的真 那旺呢 旺就是諸心 心所 心所 各內俄分 字文當中的內俄分 就是政治真分跟自真分 它是彌真而升級的 彌真如啊 而升級的 那就以真如為題 沒有另外的題 所以稱這個政治真分 自真分是旺 視如換夢 唯是一心 再講到那個真如 所以它以真如為題 以彌真而起的旺呢 所以依真而起的 依真而升級的 迷惑所產生的 所以沒有其他的體 就是以真如為題 所以說它是旺 政治真分 自真分 內二相是旺 那麼此旺亦無方疑分跡 以不可見且名為內 這個旺 內二分 也沒有它的方疑 在哪個地方呢 也沒有分跡 可以切割的 分別 那以不可見的言故啊 所以姑且叫做內 叫內 就是內旺相 前面真如是內的那個真 那個內旺就是屬於政治真分跟自真分 視 視的那個裡面的內二分 好 接著我們再看著底下秉二的卑士 前面是標明啊 講那個心 分內外相 那麼個別解釋裡面呢 講這個內相當中真望的情形 然後接著呢 後面才講呢 外相 丁山講外相 所言真者為心體本相 如如不易 清靜圓滿 無藏無愛 唯密難見 以騙一切處 長橫不快 見力以生長一切法部 所說的真 所說的真 什麼叫真 就是心體的本相 本覺啊 本覺啊 本覺 它是如如不易的 不會隨一些境界而轉變的 它是清靜圓滿 無藏無愛 唯密難見 因為呢 它能夠偏一切處 長橫不壞了 不壞就沒有變異了 能夠建立生長一切的法 所有的法都依止於 依止於這個真乳啊 所獻出來的 所以能夠建立生長一切的法 那麼在藝術當中 偶遺大師說呢 上明體中 上面說明體大當中呢 就射一切生命同歸真乳 隨言而不變呢 射一切的生命就隨言當中呢 而同歸真乳 顯現那個不變的字體 以真乳外無生命過 除了真乳之外 沒有所謂的這個生命 遠己的這一些 那麼離開我們這一念心 無有騷擾可得啊 所以除了這個真乳之外 沒有生命相 沒有這一些生命的遠己的差別 沒有 裡外無事 現在說明這個相大 那就反過來 射一切真乳同歸於生命 不變而恆隨言 它有隨言意 真乳 偏一切境界當中 同歸生命 以生命外無無真乳故 那麼世外沒有理啊 世外也沒有理 前面講了理外沒有事 反過來 事遠己的差別相之外呢 也沒有理性可得啊 因為理就在世裡面 就在裡面的 所以以生命之外沒有真乳的遠己 當體就是啊 所言真的 真者 這個真就由起信論當中所講 所言覺義者 覺就是講那個本覺 心體本相者 心體的本相是什麼呢 即所謂理念相者 起信論當中理念相 那麼它的本相呢 就是離異種種的妄念啊 沒有不覺的情形 就符合上頭那個覺意 它沒有不覺的情形 離異界的妄念 那麼離異界妄念的情形呢 等虛空戒 無所不變 法戒一相 故雲如如不易 清靜也滿等也 用起信論的意思來說明 那麼離異妄念的情形就是等虛空戒 等於虛空戒 變滿 當中有兩個意思 無所不變 就周遍異 周遍異 法戒一相 沒有差別異 法戒一相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本覺的離體啊 這個本覺 那個是周遍的 遍以三計 也遍以凡聖 無所不變 法戒一相呢 就是在禪的時候 出禪的時候 如如不動 出禪的時候 也是如如不動 性為是一 沒有兩個 法戒一相 所以說如如不易 清靜圓滿 子子覺意 則能設一切法 生一切法 就就著這個覺 覺意 就是我們本覺的離體 他能夠設一切法 而生一切法 有不變異 有隨緣異 所以說能夠建立生長一切法 有了如如不易 就是性體 心性之體 圓滿難見 就是心性之量 相大 相都是體大 建立生長就是屬於相 用大 心性本具 它的作用 用大 能夠建立生長一切法 接著 定而視望 前面是真真指那個真儒 真儒來講的 接著則望 所言望者為起念 分別截之原力意想等事 是誰互相遇 誰互相遇 人生一切種種境界 而內虛為 無有真實 都可見過 偶義大師就解釋 所言望者 望 就猶如起信論當中所講的 不覺意 不覺 那麼有有覺才有不覺 有不覺才有死覺 有死覺才有隨分覺 而是究竟覺 不覺 那麼這就講不覺意 不覺 迷惑的情形 起念就是業相 真儒不守自信 起念 不覺心動 動就是業 所以說明為業 業相 集諸心 心屬 心手 各由內二分野 就是政治正文跟智政文 這個是業相 三系相當中的業相 那接著分別截之原力意想 就是能見相 能見相 就是見本 諸心 心屬 各有見分 就是見分 那就是起信論當中 就是能見相 就是轉相 所生一切的境界就是境界相 三系的第三個境界相 就是諸心 心手 各有相分 就相分 那就分別非常清楚了 分別非常清楚 而內虛為 無有真實者 什麼意思 就是依本覺的言故而有不覺嗎 那麼念無自相 所以這個不覺呢 它的這個不覺的念 它沒有自相可得 因為依本覺 所以說不理本覺 不覺的念呢 它沒有自體的 因為迷所產生的 所以底下講 若離覺性 則無不覺啊 覺性沒有 就沒有什麼不覺 因為迷惑於本覺才產生的不覺嗎 現在本覺說沒有了 那不覺也不可得 那可知那個不覺是依本覺所生 它沒有自體的 沒有自體 講它是旺 故此不覺 別無真實自體可得見啊 沒有另外一個自體可以得到 可以見到的 所以講它是旺 講它是旺 所以就是指這裡所講的 就是指正自正分 自正分 四分當中的內二分 接著丁三的外相是指那個外二分 見分跟相分來講的 經文呢 所言心外相者 為一切諸法 種種境界等 誰有所念 境界現前 故知有內心及內心的差別 心內相 心外相 就見相二分 也就是說呢 一切諸法 種種的境界等等呢 這當中呢 就記足有能見所見的 誰有所念 誰有所攀岩意念 由自正分就升起那個相分 就進去現前 故知有內心及內心的差別 內心指自正分 內心的差別指見分 那見分這說是屬於外相 屬於外相的 我們看義書說明 誰有所念 境界現前 就是一致正分而升起的相分 那個見分 就 相分就是境界 故知有內心及內心的差別 就是有所緣的那個相分 又顯示能言的那個見分 升起那個見分 互相的影顯出來 相分就如同鏡中的相 以鏡子來辟譯 相分就鏡中的那個相 見分就鏡子的那個光明 那相跟光明都屬於鏡子的外表的 那所以是屬於心的外相 揮味在心外 它的外表 而不是在鏡子之外的 還是在鏡子 它屬於外相 屬於心外 叫心的外相 致正分就如同鏡的面 玻璃 玻璃 正式正分如鏡的那個背 鏡的背 我們也可以講 現在來講就像那個水銀 那圖那一層水銀 那也可以這麼說 那我們要是根據後面 以童來比喻的話 就是鏡的面 鏡的面 那正式正分說 鏡的那個背 鏡的背 背面 背 顧明 心之內相 但是都是屬於鏡 屬於鏡 所以它只是內外的分別 但是都屬於心 叫心的內相 揮味在心內 不是又另外在一個心的裡面 另外一個東西 不是 那底下歐主又說 譬如鏡面 鏡背 就是自正分 政治正分 以童為體 北無自體 顧明為旺 所謂政治正分就是旺 本節真如 譬如鏡童 本節真如 這個真如就譬如鏡的那個童 我們講銅鏡 用銅做鏡的 所以鏡子的那個銅它的本質 它的本質 那麼顧明為真 它的本質就是銅 那產生了所謂的鏡子的背面 鏡子的面 接著鏡子的這個光 鏡子的那個像 都是安立在這個銅 銅質的上面所講的 所以那個銅就屬於真 那以真所謂的話 若背 若面 若鏡背 鏡面 若鏡光 若鏡像 無灰都是銅 離開銅沒有這些東西 那就是銅 那就生命門是真如門 舉生命門就是真如門 不變異不變異不變異 不變異就不變異來講 依真而取望的話 那就是只是一同而獻出了 鏡背 鏡面 鏡光 鏡像 獻出了這些的作用 那就極意真如門是生命門 隨言異 前面是就不變異來講 後面這一段就是隨言異 隨言它就現出了這樣的一個差別 差別 約相分別 則同即背 面皆屬於體 顧免內相 約相來分別的話 那鏡子的那個銅質跟鏡子的背面 鏡子的前面 那是屬於體 屬於體 屬於內相 鏡子的光明 鏡子當中的那個影像 都是屬於作用 屬於作用 顯現出來的作用 屬於外相 外相 那經過這樣層層的剖析 層層剖析 我們對於這個唯視的 那麼只有唯有心事 沒有外境的觀念 那歐主呢 《殘茶經》當中呢 地藏菩薩所講的這個道理 歐主就合到那個唯視的道理去解釋 就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好 我們先講到這個地方 講到這個地方 那麼留著後面呢 還有六頁 六頁差不多 那下一堂課就能夠圓滿 那鄉下文長 歐雷日 歐雅 歐雅 我回答了 歐雅 那一堂課就有什麼 歐雅 那一堂課 歐雅 那一堂課 歐雅 就是這堂課 歐雅